日前一组杨幂旧时青色照爆出 看看这些照片 想来成为一线女星真的要经过艰苦的磨练啊 杨幂是第一道的北京南城胡同小妞 小时候真的是非常可爱 四岁就被选中出演唐明皇里的嫌疑小公主 之后在舞庄园苏且儿里扮演星野的女儿 和六小灵童主演的猴娃 曾获飞天奖少儿连续剧二等奖 15岁时杨幂就把自己的照片 寄给了瑞丽时尚杂志社 被编辑选中后做起了平面模特儿 16岁就签约了李绍红的荣幸达公司 17岁难道了自己签约后的第一个剧本 在红粉丝家里扮演孙丽的妹妹 独高二时杨幂接演了神雕侠律中郭湘一绝 深受观众的喜爱 19岁时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在童年的犬拔中击败众多一线女星 得到主演王昭君的机会 之后还参演了聊着志愿之小倩中的聂小倩 大四毕业后杨幂加盟新红楼梦 扮演秦文 在拍摄期间 《星际七下转三》 借到他出演唐雪剑和西遥 同时秦岛的杨幂还接拍了电视剧《暗香》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在《每人心记》里演的墨雪渊 25岁时 一步功让杨幂获得了上海电视剧 最具人气女演员奖 也让杨幂火遍了全国